朋友私信我说腰间盘突出应该一个怎样的锻炼方式 其实腰间盘突出呢 或者说是有腰椎问题的朋友呢 我们在日常中包括医院的医生也会告诉我们可以练着倒走 但是很多人呢他这个倒走这个姿势啊其实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一个倒走姿势呢 他不仅可以对你这个腰椎的问题没有改善 有可能变严重 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倒走起到我们保护腰椎的一个作用 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倒走的过程中呢 首先啊用我们的上半身是一个直立之后呢 用我们的双手交叉 然后放在我们那个腰椎中间 然后呢挺胸 然后让我们这个双手的力量呢 再抵到我们这个腰背的这个中间 命门的一个穴位 好抵住它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开始倒走 那么倒走的时候啊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腿呢小腿啊 再往后的时候先用我们的脚尖着地 然后再过渡到我们的脚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倒走 我先慢慢的练一遍 我先慢慢的练一遍 您可以看一下 脚尖着地 好 那我们平时在练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练习倒走的一个正确方法 那么错误的方法是什么 我来示范一下 错误的方法是这样子 或者说是这样子 有些会倒着跑 那么倒着跑或者说是这样子 斜着走呢 它其实并没有起到一个矫正我们这个腰椎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啊不要怕这个太慢 我们只需要双手用力抵住 然后向后这样子走 环境呢我们就找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平坦的 注意我们的后方呢没有太多杂物的一个环境 那么今天呢我分享的一个关于腰椎的问题 我们倒走的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您跟着单单的视频